老妈,来卖你两个穿甲包 哦 这个带给我十万 十万 那我看这个 这个给一万 这个给一万 你这个穿甲包 这是老人穿下来了吗 穿低半了,都炸了 哦,穿下来就炸了 那老哥有啥事啊 你这个说了就过分了 你这两个都是 拱拨拼过几来 拱拨拼了没多久啊 你不可能穿下来都炸了 这不是检定完毁了吗 哦 那你既然都能检定 这个甲位你也请主啊 你这个是靶念 哎呦,无散 状态还是不错的 拱拨拳审达 有一些淡荒摘宝粮 背面有个孔心椰 这个也不值一万啊 你要成型卖的话 我给你储个五六千块件 不成问题 嗯,只要再说你这个 十万的东西吧 你这个是明检的树心锭 壳中的话一百零起壳 一百零起壳就是 闪粮的定性 闪粮的定性你要买十万 这也就不限制了呀 万为所说吧 这是买完朋友了 哦 这个东西它两个中卖给我三万五 两个三万五 对啊 那这卖的价格不低啊 这咋卖来都啥价位啊 咋卖来他说这个吧 给给删花五千嘛 你看这个阴定 啊 这不是一百零起壳吗 嗯,对 不是二十六 等于说一个丁四个重 嗯,差不多 嗯,他说这个 而且这个是有造型嘛 老本穿了几倍了 哦 有一定的 考古价值 考古价值 嗯 那是有啥手啥 无论这阴定还是阴冤啊 已经属于温五了 允须密件六筒 都是可以守上来 他这个阴冤吧 长简因为都能了 这个,这个冤包啊 不长简 他得按可种来 哦,等于说是 相当于是他的六倍 嗯 这相当于他的六倍 嗯,是这样了 不是啊 我一个一个给您看吧 你像港带救手了 像这个状态可以 冤大头的年份啊 三八九十年 出八年 就于洗澡 就于人贵 五六千块钱 没任何问题 这个五千没了 不亏 嗯 但是你这个阴冤 三万没了 你可亏大发了 那并感啊 这阴冤 而且这种行动阴冤 它不是烧吗 全是都烧啊 呃,它是这样的 刚才我就说了 你这个是数阴冤 数阴冤就是 民间造的 它的含应量啊 基本上都能达到 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但是呢 由于民间造的东西 量比较大 品尝价值和文化价值 并不高 谁都能做 所以说 它的价位并不高 你这都是一言凯闷 给了一个MS61 评项还是非常好呢 你这个瘟疫股价 也就三千块钱上下 三十块钱一颗 骗完药了吧 你说这它骗住我了吗 它铁定骗住你了 这个音源和音定啊 它还是有区别的 音源是官方法性的 像你这个树印定是民间法性的 谁都能法性 所以说啊 它的温化价值和显量价值 并不高 你要是那种 五十两的管印 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就不能按可种来了 因为五十两的管印啊 一般都是作为地方熟税用的 所以说它的春十两较少 温化价值 那是非常高的 一个扑洞的管印五十两的 十几万没问题 如果说是平常特别好的 S1的都有 老哥像你这两个夹位买的 确实太高了 正当价位的话就八九千块钱 你三万五买的 这买的不对 你抓紧视线给它退一下吧 你没看错吧 他说它不是金融钱都不收了卖 我好像给它说 他在买的 他穿鸡本穿假包 他是这样的 一般买这个东西啊 他都会讲故事 这个八年的价位啊 他拿你的非常准确 但是这个音定 他是百买骗着你了 你要说他完全不动吧 他也不会拼级 他也不知道八年的价位 他既然知道拼级 还知道八年的价位 就说明他彻底冻这一块 他彻底冻这一块的话 三万块钱 卖你一个散良的收银钉 那都是不行的 他特意啊 给你装住啊 非常机用 或者说 不舍的处的样子 就是增加你的科兴度的 这个东西啊 还抓紧时间 找到给退了 价位亏了太多 那不说 那不说 这价位 这错了太多 我得赶紧找到去 是嘞是嘞 有音源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 谢谢 谢谢大家